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行次第 前面讲的三支略义 接下来讲大乘道之加行 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 证物自在的正当加行 第二 证物稳固之次第加行 这四加行 其实包括在这两个加行当中 首先是第一个 所谓证物自在的含义 是指虽然通达 以前面三支所表达的 就是前面三支所表达的 其实有一百七十三项 这是我们到时候在论文当中 有详细说明的 作为所知的一切万法之法相 前面三支所表达的 然后作为所知的 人们要了知的一切万法的法相 前面通过中相和自相的方式 来已经抉择了 并将善成的所有证物境界 作为发愿的对境 首先是抉择一切万法的法相 然后这样三成的所有证物 菩萨的证物 声闻缘觉的证物 佛的证物 道之 辩之 极之 这三大证物 我们作为发愿的对境 首先是通过闻思的方式来了知 然后自己心里面就开始发愿 让我一定要获得佛的智慧 声闻缘觉的无恶的智慧 还有菩萨的智慧 把它作为所愿的对境 但却没有自在 获得少许的证物功德 可是我们仅仅是闻思 还没有得到 上面所讲的三大智慧的功德 一点也是没有得到的 这就像莫格穷困的路仆 就可以对莫格财主 所有的财产了如指掌 并清点盘算的一切二组 但自己却无权控制 哪怕缝衣针之类的 一分疑问财产一样 这个比喻很清楚的 虽然有一些仆人 对富贵人的家产全部了如指掌 算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他自己 一点权利也是没有的 我们藏地都是 也有这样的仆人 比如说有一个主人家 大概有两三百头盲友 然后两三百头 他有一两个仆人 这个仆人 他们家里面所有的牦牛 算得清清楚楚的 而且是哪一头牦牛 哪一头牦牛 每一个牦牛都非常地人情 可是他自己 一点权利都是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闻思的修行 闻思的过程当中 一切万法的法相 比如说舍的法相是什么样 闻的法相是什么样 想的法相是什么样 所有的万法的法相 全部了如指掌 而且它们的作用 它们的果 本体 这些也是了知得清清楚楚 就像我们学习俱舍论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实在的修持 光是闻思的话 其实当然听闻佛法的 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但是你没有真正去修持的话 哪怕是人生难得 或者我们加行法 就全部都了知得清清楚 可是真正你的相续 改变转变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前面通过闻思 来抉择三知法 把它作为对境 发愿的对境 然后进行了知 虽然是算得很清楚的 可是这个对自己的相续来讲 并没有很大的用处 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了解 闻思离不开修行的 仅仅是闻思 如果没有去修行 那是仆人能回算 主人的财物一样的 实际对自己的烦恼 没办法调伏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因此首先从无常之相如数 直至最后的佛像 都以二地双印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令尚未生起的证悟生起 这就是所谓的证悟自在 我们在分科班的时候也是 正顿加行和定加行 是证悟自在的因和果 然后坚持加行和刹那加行 是证悟获得稳固的因和果 从两个方面来这样参数的 那么首先 从善知的抉择过程来看 我们只是通过闻思来 如果没有施加行来进行修持 我们前面讲的比喻一样 起不到作用的 要是修行 怎么修行呢 应该从无常开始如数 是无常 一切万法无常 一切有漏的法结为痛苦 一切法没有我 也就是说我们的无常开始进行修持 就进行修持 一直到最后 佛编制的智慧 就在这个之间所有的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173项 这个到时候 我们在会议的决断 这些法以二体双印的方式 来进行修持 在生意当中 无常也好 无我也好 空性也好 一切万法了不可得 远离一切戏论 远离四百八戏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持 因为我们现在反复的时候 完全修持生意地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把它作为 发愿的对境来进行修持 远离一切戏论 我现在虽然不能修持 但是通过智慧来进行观察 这个时候知道 中观所觉知的完全是对的 在生意当中 就像我们中论里面讲的一样 佛的法相也得不到 烦恼也得不到 清净也了不可得 通过这种方式来修持 这也是以中相的方式 或者是以所愿的方式 来可以修持 这是生意的修持 然后世俗当中 大家也应该清楚 有些法 我们亲自在心里面可以想 一切感受极为痛苦的 这个是我们通过学习以后 马上知道 轮回觉是痛苦的 然后一切万法是无常的 这一点也是 我们通过闻试 也知道万法是无常的 有些相 我们直接可以领受的 有些相 比如说佛陀入海的一些功德 身口仪的不可思仪的功德 菩萨的一些三十七道品里面 所讲到的一些功德 我们现在在世俗当中 也是无法接受 可是这个 我们作为发愿的对境 当我一旦得到 这种菩萨的功德的时候 就是如何如何的 通过我们闻思来进行修持 就像是我们小学生面前 讲一些博士后的课程 当时那个小孩子 他小学生还没有毕业的话 不可能他学到 但是他也会想 一旦我小学毕业以后 我开始读中学 读大学 到时候我读博士的时候 我肯定能接受这样的学问 在这个时候 还是有一个发愿的对境 所以我们现在 凡夫人也是同样的 有些知识 作为发愿对境来进行修持 这样以后 自相续当中通过修行 以前没有生起的 因为刚才就像是 富贵人的仆人一样 自相续当中 没有一点知识 那么现在通过修行之后 自相续当中以前没有生起来的 就完全生起来了 比如说以前只是在理论上通达 一切万法是无常的 那么现在我顶天都是 闭着眼睛一直修 一直修以后 最后知道真的是万法无常的 通过修行 了解他的道理 这就是所谓的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的作用是这样的 他所修的对境就是173项 然后修行的方式 有二十种加行的方式来开始修 但是这个也归纳出来 我们前面有 不诸加行和 不行加行 有两种加行来 也就是说能取和索取 不愿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所以我们正等加行的内容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所谓的正我稳固 正我稳固的含义是 这以前在相续当中 所生起的一切修行证物 前后就联系起来 而让他次第现前 然后依靠闻思理 以前还没有生起的这些证物 也让他次第现前 而次第存熟 为了到达各种证物 能够在相续当中 产生以猛力的发愿 尽情修盛的方式 是以前在相续当中 所产生的所有证物的这些境界 是得以存熟 得以稳固 这就是所谓的证物稳固 这是我们后面的证物稳固 其实才这里所讲的 次第加行 证物稳固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以前在相续当中 如果有生起什么 无常的相 还有痛苦的相 无恶的相 这些相 以前如果在自相续当中 有一些生起 不断地修习 然后让他次第性地可以现前 以前是没有次第性的 比如说我们讲十六星相 以前是随随便便 在正当加行的时候 要么你修无常 再三地修无常 或者说修空性 再三地修空性 它并没有以次第性 连贯性的方式来现前 但是你修次第加行的时候 因为修行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布施波罗蜜多 先布施波罗蜜多 然后布施波罗蜜多 修制的过程当中 次第性的 次皆波罗蜜多 安然波罗蜜多 其他的波罗蜜多 一次显现 以前已经证物了的这些 马上显现 以前还没有真正的修炼的 没有得以稳固的 通过再次的修行之后 也次第地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可以显现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证物稳固 也就是我们后面讲的 次第加行 其实四加行可以包括在正等加行 和次第加行 就是这两者当中 那么这个道理下面有 华智仁波切用了很好的一种比喻 打一个比方 有同在学习文字的时候 首先是依靠诸致评读 嘎咖等自根的方式 来学习每一个字母 这相当于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有些孩童读书 就是现在有些汉族人 以前不懂藏文 然后他们都是不识孩童 有些六七十岁的人 也在学嘎咖咖 然后他们学的时候 嘎咖咖咖 每一个字就分开开始学 这个叫嘎 这个叫做嘎 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始评读 然后评读完了之后 开始发出来 发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个一个的 所以我们一百七十三相当中 每一个相 比如说无常相也好 痛苦相也好 或者说是任何其他的一种相 就一个一个地在修 我们人身难道里面的 十八相当中 比如说轮回的痛苦 或者说地狱的痛苦 那么地狱的痛苦 你就想到地狱的痛苦 然后他的痛苦的本体是怎么样 在地狱里面的数量是什么样 枯数的程度如何如何 一直这样修的话 相当于是我们学嘎咖咖咖一样的 对一个道理进行修持 在修持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连质性的 也没有次第性的 只是修一个法 修得很精通的 这种修法叫做正等加行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平时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 没有次第性的 随随便便你修人生难道 寿命无常 或者修上师瑜伽 其实他归根道地 可以说是正等加行的一种修法 我们有些人喜欢坐禅 修空行 每天都是安住 你禅宗的境界当中 其实他也是修一个正等加行 或者有些人喜欢修波罗蜜多 这也是一种正等加行 相当于我们学词的时候 念嘎 打 叉随便便 或者我们用汉语的话 用伯伯伯伯伯 随随便便 你念一些评语 是这个道理 这是一个一个的来 然后前面所学过的 众多圆音字母和福音 福音字母 传练起来 然后学习品读如 丧戒 丧戒是我们藏文的词 那么丧里面 其实有三个字组成的 然后那个戒 有四个字组成的 我们或者比如说 河岸行 其实这个行里面 有好几个品语组成的 同样的 我们这里 上 里面有好几个字 但是你同一个时间当中 可以发出来 原来的话 四 昂 上 一个字才可以发出来 那么这种之类的词语 这种传习 你先受念到的过程 相当于是次第加行 次第加行的时候 比如说你修波士波罗蜜多 修波士波罗蜜多的时候 同时六波罗蜜多 全部以次第性的在里面 可以修出来 现在我们刚开始想起来 这个是很困难的 你不是又要吃戒 又要安忍的话 就是一次性不行的 相当于是我们先学嘎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 你嘎跟其他的字 就是连传起来 什么传练还是连传 应该是 传练起来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你如果传书了 如果已经熟练了的话 就不困难了 我们很多人学藏文 也是有这种感觉 刚开始的时候 只会一个字一个字 嘎嘎嘎 就一个字一个字的会读 但是你学了一顿时间以后的话 就是马上念出来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想布施的时候 持戒不能想起来 这两个观传起来 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到了 漫长时间的修行之后 最后佛的一刹那间当中 一切万法召见的 最殊胜的因缘 就是次第加行 其实次第加行 通过修炼 到达究竟就是佛的智慧 因此 刹那间能照见万法的根本意 就是次第加行 这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相当于 次第加行 至于顶加行与 刹那加行二则 则是修行前面两种加行 到达顶峰的顶峰道者标准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修法 因此刚才 作为顶加行 是正等加行的果 正等加行 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 叫顶加行 然后次第加行 达到最高顶峰的时候 叫刹那加行 刹那加行 全是最高的净加 以刹那间当中 照见一切万法 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量 这两种加行 并没有单独的修法 其实所有的四加行 可以包括在 正等加行和次第加行当中 然后次第加行 也间接地可以包括在正等加行 为什么 正等加行里面的内容 全部包括其他后面三个加行的内容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正等加行所修的内容 就是173项 然后173项 到了稳固的阶段 称之为次第加行 所以说 我们最关键的 首先要对善知进行闻思 然后通过正等加行来修持 为什么我们现观众案论的本论当中 正等加行讲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其他的三种加行 只不过是不同阶段的表示而已 因此最根本的内容 在正等加行当中 因此我们现在 华智仁波切的中意 知道以后 基本上知道 现观众案论所宣说的内容 其实是哪个重要 那个比较次要 当然波瑞琴里面 没有一个次要的 但是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选择 下面讲讲正等加行 到了顶峰的阶段 与顶加行两个结合起来来说明的 正等加行的修法 到究竟的法 可以分四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 是属于世间道德 在相续当中生起成为 压制能取所取四种分辨言 对质的标志加行 以及相增长加行等功德 尤其是加行 到定位 这些内容主要是定加行 因为正等加行 修完以后 它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其实它是属于世间道德 在我们相续当中 讲能取所取 其实能取所取 四种分辨言的话 所有的所段 人无恶的所段和法无恶的所段 都可以包括 下面我们闻思的时候也会了知的 那么所有的所段 从根本上是不能断除的 从表面上 以压制的方式来断除 那个时候 自相续当中可以生起来 什么标志加行 叫乱定加行 然后像增长加行 叫做顶顶加行 还有人定加行 十第一法顶加行等等 这些四加行的功德 一一地在自相续当中生起来 这是在世间修处身会当中 就是证悟当中 我们世间的修处身会当中 在凡夫人的智慧当中 再没有根于超越他的境界 就是非常高的 所以叫做定加行 在加行道的时候 我们相续当中可以生起来 这也是我们前面的正断加行修 不断地修的话 我们到了加行道的时候 在世间的智慧当中 最高的 最殊胜的一种智慧 自相续当中可以生起来 这叫做顶加行 当然这个里面 分四种乱定 这个人是第一法 总共分四种阶段 里面又分四种阶段 这是在世间智慧当中 凡夫人的智慧当中 他是应该超生一起的 第一个阶段是这样的 在圣者道当中 首先是见到所断 也就是说是第二个阶段 在自相续当中 生起能取所取四种分别念 我们念根断除的对治法 就是见到无分别智慧 这是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第一地菩萨的智慧 在我们相续当中生起的时候 所有能取所取的 这四种分别念的 间断部分 从根本上断除 这就是见到顶加行 在现见法行的根本顶正物中 再没有更超于一次的境界了 这是从现见的角度来讲的 当然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还要更加超生的一些智慧 但是从照见的角度来讲 第一地菩萨的时候 万法的本性 已经改见的已经见了 再没有更高的所见了 没有更高的所见了 所以从所见的角度来讲 有些论师认为 第一地菩萨的所见与佛的所见 或者是七地菩萨的所见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从能见 修行的分明的层次来安理 还有进步的 还有更明显的 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从见的角度来讲 第一地菩萨叫做见到顶加行 这是第二个阶段 然后紧接着以后 第三个阶段 便是修行所段 在自相续当中生起 将能取所取分别四种分别 连根缠除的对质 并依靠所有相知等次 而自在获得世间 立了他众的所有成就 这就是所谓的修道定加行 修道的所段 在自相续当中 以论取所取的方式来存在的 修道从二地到十地之间的智慧 在我们相续当中生起的时候 就是把所有的修端 我们平时所谓的修端全部断除的 然后依靠有相知等次 其实从他的相方面来讲 比如说布什的相 慈戒的相 这些相方面 菩萨可以安住在 菩萨波罗蜜多 慈戒波罗蜜多 但是不舍弃他的相的情况下 可以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或者不舍弃入定境界的同时 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一种不可思议的等次 就叫做有相知等次 那么依靠有相知等次 能获得世间当中 利益一切有情的成就 这就是修道定加行 在有学道的角度 所修持的等次当中 再没有更超胜的 从有学修行的角度来讲 刚才见解的角度来讲 当然第一地菩萨是 这个剑道是最殊胜的了 然后最后第四个阶段 从根本上断除 执著二弟者 差异 胜利 以及相伪的细微耽者 在相续当中生起一元相 因善者为主的无分别智慧 便是无坚定加行 那么这个是无坚定加行 无坚定加行 其实十弟末位的时候 从根本上断除 在十弟之前 一般对生意地认为是殊胜 世俗地认为是比较低劣的 还有生意地和世俗地 不管是它的相方面 体方面 果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香味 我们很多人 当然不要说是我们 包括第七地菩萨 八地菩萨 都是有一些细微的 这种二弟献烈的执著 我们都认为是 我什么时候通到圣一地 树地很不好的 全是家乡的 迷乱的 我们都有这样的差别的执著 但是大菩萨 有细微的一些耽著 没有像我们这样粗大的耽著 然后到了十弟末位的时候 把这些耽著全部断除 而且在相续当中 以缘和相 因善者为主的一些 生起了无分别的智慧 比如说无心为所缘 寂静为形象 我们下面颂词当中 有这些的教言 所缘 形象 因 这些无分别智慧 无分别智慧 在十弟末位的时候会现前的 因为所有的修道当中 其实十弟末位的无坚定 是最高的 最深的一种修法 因此也会出现很多的辩论 下面在颂词当中 也是有十六种辩答 遣除对方的邪词 对方认为二弟应该是分开的 对关于二弟方面 产生很多的邪见 因此弥勒菩萨在颂词当中 也是以十六个问题来回答的 那么这个叫做 无坚定加行 因为在无坚定加行与 究竟所得之果的发生之间 已经不存在其他道的诸葛了 没有其他道了 就是马上获得佛的果位了 马上佛的果位了 没有其他的 所以叫做无坚定加行 在修行次第加行 到达究竟之际 也就是刹那加行 所以我们刚才 次第加行到了究竟 这叫做刹那加行 因此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首先是讲正等加行 然后正等加行的果位 华智仁波切在这里以阶段性地用 通过四个阶段来讲 就是定加行 也就是说 正等加行的果位 是定加行的 然后次第加行的果位 就是刹那加行的 但是次第加行和刹那加行的内容 可以包括在正等加行 只不过 次第加行从稳固的因角度来讲 稳固的因的角度来讲 然后刹那加行 稳固的果的角度来讲 因此我们学习这部论典之后 基本上前面 《现观众论》的 总体的一些 它的次第 它的内容 应该会有所认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在这麽一些 内容 中文学中 高院教学中 親信息 在听众论 中文学中 、中文学中 、中文学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